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每次吃火锅的时候 鱼丸虾丸蟹棒是必备 但是你有关注过它们的成分吗 它们真的是肉食吗 其实啊鱼丸虾丸蟹棒都属于仿生食品 是用低脂鱼加工而成的鱼米为主要原料 从形状风味营养上 仿天然海洋食品而加工之取 那观察这类食物包装的标签你会发现呢 虾丸配料是鱼米淀粉水白砂糖等等 有的还有虾粉但都不含虾肉 那蟹棒的成分基本是鱼米水大豆蛋白淀粉食品添加剂 还有的有鸡肉和猪肉 但是蟹肉是根本没有出现在配料表上的 而有些制品呢也只是在配料表上含糊的标着 虾提取物或蟹提取物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既然肉的成分少 为什么吃着香味浓口感弹呢 其实啊让丸子有弹性很简单 加入高弹素这样的食品添加剂就可以了 还有卡辣椒也能让丸子吃起来有肉的感觉 有些丸子呢还可能加入鱼肉香精 牛肉香精等等添加剂 即使牛肉和鱼肉的成分很少 味道也依然会很足 那这些添加剂只要用量不超标 对身体倒无大碍 但是如果想把它当成海鲜食物补充营养的话 不仅不能补充蛋白质营养物质 碳水化合物却会因此而摄入过多 那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过多呢 就会转换成为脂肪 储存于体内 另外这些速冻肉丸呢 它属于高热量食品 据统计 50克虾丸的热量 至少相当于100克米饭 这对于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患者无疑是健康杀手 所以说呢 仿生食品虽然味道鲜美 但它们并不是真正的海鲜生物的制品 更谈不上有什么营养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